欢迎收看今天天下金融界的抢亲大戏 那么包括台新金中信金现在都要来争夺新光金 而在台新金提出了换股收购之后 现在中信金也已经向金管会来递件了 整个结果在9月16号就可以定案 而在新光金旗下的新售的部分 在2026年就会要来接轨ICS 到时候恐怕会出现比较庞大的资金缺口 所以到时候新的买家到底是吞下了大补丸 又或者其实是踩到了前坑 而另外在国内有金控的并购大戏 在中国大陆则是有车商之间的大战 现在还出现了有内讧这样的情形 那么小米的雷军现在被轰说 电动车真的是卖一台就赔一台 那么现在被批评很没有功德心 而中国大陆现在还推出了这个房屋养老的新的政策 从上海要开始来实施 也被批评是不是在割韭菜呢 另外在日本冲绳的好事多开幕了 吸引上千人来排队要捡便宜 而至于美国经济的部分 现在也被前大摩的策略师形容说 在九月十月可能会出现罕见的熊 到时候是意味着美股可能会出现 大幅度的下跌吗 还有在国内的部分 为了弥补陆克的一个缺口 所以政府推新南向观光 不过这是真跳机假观光 因为我们看到反而让台湾很多地方 出现了所谓楼凤的情形 而在国旅的部分 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在台湾旅游真的好贵 宁可是出国 所以就有学者说在年底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了倒闭潮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邀请到南台科大财经系助理教授朱岳中 大家好 财经专家游廷好 台湾 资商分析师谢陈燕 肥好大家好 资商分析师陈志玲 肥好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这个朱老师 这个史诗级的并购案 中信金现在也发动了公开要收购 新光金已经向金管会递件 那么结果在9月16号 最晚就会来确认了 你觉得到底谁的一面会比较大 好 我们先了解这件事情 所谓的9月16号确认 只是初步而已 初步什么事情 新光金到底归谁 有可能归台湾金或者是中信金 可是你以为这样子就 The end 结束了吗 那你就想的太简单了 因为现在传出来 中信金有势在必得的 这种趋势 也就是说假设9月16号 这个定案出来是 让台新金变得新光金 中信金有可能做一件事情 叫做三合一 什么意思 我把你台新都一起吃下来 一起吃下来 这件事情不是我随便说说的 金管会都已经说了 有进行想定及推演 表示这件事情是存在可能性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初步 新光金被台新金病了 那我中信金就发动第二步 我连你台新金一起吃下去 哇这就又是迅疾了 所以我们回归到观众朋友 一定对这些这种事情 一定铺盐开 一定觉得到底不就是病来病去 那到底这件事情 回到一个源头就是 为什么新光金不完了 对 尤其老一辈的人 你去想 曾几何时 新光人寿是国内三大寿险之一 怎么会绕得这种田地 必须把整个家当全部卖掉 对 好 如果他今天真的有问题 那为什么有另外两家公司 抢着要买他 所以回到刚刚我们是不是讲题目 如果你今天是因为是一个乾坑 所以我不玩了 我玩不下去了 那另外那两家 你把它当大补完 这不是很矛盾吗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厘清这件事情 我们就回到 新光金为什么要卖 卖他的公司 这回到现在是整个保险业 不是只有他们 大家现在面临的 我必须要跟国际接轨 所以在二零二六年 大家要去遵循 欧洲所定下来的 保险业的监理制度 就是这个ICS 基本上有两个 一个是大家可能比较听过 就是IFRS 17 IFRS 17是整个会计制度 可是在这里面 其中还有这个ICS ICS如果我们从他的英文去直译的话 叫做保险资本的标准 这其中比较关键的其实就是在负债面 我们回到保险 我想大家对保险都有一个基本概念 我讲了保费之后 总有一天 尤其是受险来说 总有一天我会拿到这笔钱 对不对 好 所以对保险业来说 比如说以我为例好了 我二十年保费已经讲完了 可是我现在有没有领到保险 理赔金 没有 因为我还活着 可是总有一天我会死 对不对 好 可是对保险业来说 你总有一天会理我这些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 会离开市场 所以我必须先提列 这对我来说是个负债 是 好 可是这个负债怎么去认列 就是这笔钱迟早都要出去 对 可是我现在账上一定要挂在那里 以前的算法是 我就要 因为这件事情是未来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会计上 就有个动作叫做折线 很重要就是 我要用什么利率来折线 在以前的规定就是 我当年买的保单是什么利率 就用这个利率来折线 像老一辈的 我们当年买的保单 可能动辄四趴五趴 可能七八趴十几趴 都有可能 你不要用现在这个利率这么低 早年的 臺灣的利率其实很高的 所以呢 这个如果我的折线的利率 是大的话 我折线回来的这个钱 就会是小的 因为折线利率会放在分母 你就简单 就想最简单的数学 我上面的数字是固定的 可是我下面除的数字越大 除出来的数字越小 越小 所以这个对负债来说 如果市场利率是高的时候 我换算起来的我的负债是少的 买家要来认内 对我当年卖出那些高利率时代 我所卖出去的保单 我现在要重新计算我的负债 可是现在即便这波台币利率有上升 可是跟当年比起来还是低的 所以这一下来 我的负债会大幅增加 那怎么办呢 金矿卫就说了 所以你必须要补什么东西 你的资本额 这就是星光现在的问题 星光他告诉你说 我原本资本额是1850亿 可是现在我为了符合这个ICS的部分 我的资本额必须暴增到3300亿 就是有1450亿的缺口 对 他拿不出钱来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1450亿 好他想说星光有这个问题 难道其他人没有这个问题吗 对 有 告诉你这件事情 金管会已经给你15年的反冲了 2026年要开始接轨 不是现在才跟你讲 十几年前就已经跟你说了 这么长的时间你没有准备 你现在火烧屁股了 你怪谁 好那星光当然要想办法 可是他想到的办法 基本上其实也是有问题 因为他其实账上有一笔钱 高达900亿 这笔钱叫做什么 他叫做这个死利差 这个差额的准备金 我们叫一个死差 一个是利差 什么叫死差 死差指的是说 一样我们受险 那我会预估 你什么时候会离开人事 所以我要理赔你这笔钱 可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家的说明是越来越长了 对保险公司来说好事情 我们简单来说好 假设我理赔金是一百万 我如果在六十岁死掉的时候 我拿到这一百万 跟我八十岁死掉 我还是只拿到一百万 可是那个价值 站在现在来说差很多嘛 所以当你活得越久 对保险公司来说是好事情 对所以这个叫做死差 也就是我预估你的死亡时间 跟你实际死亡时间 如果你比预估的更晚 那我就赚到了 好那利差的部分 就是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事情 我也是要去预估一个利率 所以当以前利率高的时候 跟利率低的时候 那现在对我来说我就吃亏了 所以我的死差 我是赚到的 因为寿命越来越长 但是利差我现在是赔的 因为市场利率在往下走 所以这两个差额之间 是不是就会有一个亏损 所以这时候 监管会就要求 你要提拨一个准备金 因为这件事情不见得会实现 但是有一天你总会实现 所以监管会说 那你就要提拨一个准备金 在这边standby 好所以这笔钱累积高达九百亿 可是问题是 就我们现行的会计制度里面 这笔钱必须列为负债 一千四百五十一缺口 我筹不出来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目前因为这样子问题 这笔星光金他撑不下去 他凑不出这笔钱 他只好想办法卖掉了 好可是回过头来 如果有这么大一个 资金缺口的话 那为什么中兴金 台兴金还要抢 你买了以后难得 你这个你也要负担 有人说是星光金 他其实家底还蛮厚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台兴跟中兴 抢着药 一定是你有值钱的地方 要不然他一定 为什么要抢药 你他不可能是为了 那个钱坑嘛 好所以星光有什么 老企业有的最多就是什么 房地产 这些资产 对不对 尤其是他当年 层起何时 他非常风光 再来就是受险业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收了很多的保费 可是他这些保费 不能随便乱用 他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 所以你看到很多保险公司 不管是哪一家 有没有发现 到处都是他们的产业 而且这些售钱业在买产业 跟其他公司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一买都是一整洞 所以你看以星光镜来说 他们自己说的 他们大概自己也搞不清楚 大概有多少洞 所以他们只说大概两百洞以上 全台湾有超过两百处的 不洞 对我们就讲比较有名的 好来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在南京东路上 原本是中华开发的大楼 他2021年用九十几亿 把它买下来 所以表示星光镜 看起来也是还蛮有钱的 更不要说他光在内湖 就是我们现在露营的守在地 他有十四栋大楼 所以他是内湖最大的地主 对 他一年光租金 可以收这么多钱 所以说他是很大的地主 八点八亿的租金收入 而且是只有内湖的这几栋 他如果这两百都全部算强 所以你怎么看也不觉得 星光镜会没钱 对不对 而且我们刚刚说你一千多一千 难道你这些拿来卖 没那个钱吗 事实上他有在处理 可是我就不明白 你没有办法处理 一个更快一点吗 那这个问题我真的就没办法解释 可是回过头来 刚刚看到了台新金跟中信 他就是看上这个 我如果把这个吃下来 不得了 而且他的限值多少钱 因为你如果用最新的市价来估的话 大家也知道这一波 整个房地产涨很多 所以有人估了 我现在听到数字很学习 金额到底是多少 从最低的两兆 到最高的五兆 都有 这样看起来这一千多亿 就不算什么了 对嘛 所以我口头上有 我口袋有钱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吃下来了 因为我要的是你这一块 所以你看我回到刚刚中信金 他为什么势在必得 台信金为什么势在必得 因为我看上你这一块 可是对新光金来说 我就是一毛钱逼死英雄好汉 我当下就是周转没办法 我去变卖我也来不及 因为马上要上路了 所以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来龙去 我要再请教这个朱老师 因为其实从这个八大关股的进出 在昨天就有人说 他们买超呢 是中信金买很多 其次是新光金 反正是台信金是卖超 是不是当然有人开始在读说 台信金已经有露出败乡 这其实以目前来说 其实确实因为如果站在投资的角度 你想嘛 一个要出十二块多 一个要出十四块半 你要卖给谁股票 当然是卖给高家的嘛 所以站在这个立场 当然是这样 可是这个案子 我可以跟大家讲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说你砸钱就可以完成 因为这个还有很多法律上的程序 所以后续会怎么演变 真的连续剧 好 刚刚周老师 带我们看到是国内 在最近真的是费费洋洋的 金控并购大战 不过在现在对岸的部分 则是有上演这个汽车大战 而且中国的车商 现在开始闹内讧了 我们要请教陈彦 小米他们现在说 我每卖出一台电动车 竟然亏损了金额 大约是台币27万 这让其他的车商很不满了 甚至还说 这样子雷军这种做法 真的是很没有功德性 而且基本上 这一位高层 是集越汽车的高层 叫徐继 他是直接公开发文炮轰 他不是私底下跟雷军讲说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子我们都没饭吃 所以表示大家已经 愤怒到极点了 感觉上好像 我觉得这个内卷已经卷到 内卷什么意思 就你自己跟自己人拼 拼到已经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小米汽车发布财报 我们之前就特别讲过 对不对 大家应该有印象 SU7的电动汽车 卖一台要亏27万 都赔成这样还要买 那当然雷军他自己讲 我发展初期 我一开始的经济规模 我还没做出来 我研发车子 我本来就要投入这么多钱 但是同业怎么讲他 你没有羞耻心 你没有功德心 我讲的是徐基业讲的 我只是转述而已 他说你亏那么多 你为什么要卖 你以前 这个叫恶劣 他说因为这就叫清销 可是实际 所以你要知道 那吉月汽车为什么要骂他 因为他也亏钱卖 你比我更不要脸 我亏钱卖你推得比我还多 是他们自己也亏钱卖 然后他2700辆只卖 上半年是2700辆 每个月卖450辆 这样怎么生存 我要租金 我要员工 那我车子我不卖 那我养车先干嘛 可是我只要卖我就亏钱 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 不只在车市包含在房市 可是最近中国政府 推出一个制度 我其实有点不太懂 就是说人要先照顾 他不是 他说我们要来推房屋养老金 就是说你房子老了以后 你要照顾他 所以你要想办法 因为你房子久了要修理 漏水干嘛 那你这些要钱 所以你要先付一点钱 等房子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照顾这个房子 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 我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批评 你应该先 人的退休养老的问题 你要处理吧 你为什么现在来讲这个 这笔钱怎么处理 要求屋主先给钱就对了 这个钱给谁 不是你自己存 是我们要把它收集起来 建立一个公共账户 请问一下 那未来这笔钱的流向 谁来监督 谁来管理 而且他开始 现在是用试点的方式 是从上海 对 好 那我问你 那我是不是买了房以后 我等于额外又要缴一笔钱 这是不是变相加税 这个其实很辛苦 所以你看房价已经 7月新房价格连13个月下滑 这是2015年6月以来最大跌幅 就是7月的房价 就简直来讲就一直跌一直跌 那你还这样搞 你还这样搞 所以我觉得经济的问题很严重 然后加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内卷 其实这一次原本我们在讲 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时候 大家原本有所期待 因为你机器人 你整个销售的占比 还有专利数 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结果这次机器人发生什么事情 看到美女机器人 我们忍不住好奇 你如果以我来讲 我是不能去现场 不然我去现场 我就捏捏她的脸 摸摸她的手 再看看 没有 就是我想知道说 这个机器人这么像真的 那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但是你不要跟我讲 你还要为她吃饭 还要把她上装 那就是假的 而且重点是那个机器人 站在后面 他们还叫她摆 那个机器人的动作 就假的 所以她是真人 她不是机器人 你其实就跟大家讲 这个只是我们现场好玩 对不对 我们这是真人 我们装成机器人 他们也不讲 民众在那边捏 大家都开始 这个好真 我这个皮肤很嫩 这个技术真好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是有意义吗 就你很多产业的问题 你不去解决 经济的问题不解决 然后连机器人 你世界大展 你搞了一个这种 这种也假的问题 我觉得问题很多 所以中国现在还要靠 这个出口核电来赚钱吗 因为我们知道 全球的这个核能发电 它其实是在往下降 但是中国大陆 却是反其道而行 李强一口气就批准了 五个这个核电案 而且还要对他们 一带一路的这个伙伴 也要开始来对他们卖这个核能的核反应炉 好 我们就必须去了解 电动车挂了 房地产挂了 他讲他机器人厉害 实际上是假的 那你怎么刺激经济上来 你一定要透过内需 我们知道过去 他一直以来都做一件事情 叫做基础建设 就是我们以前俗称的铁公鸡 可是高铁已经盖到 搞不好一出门 到处都是高铁 那怎么办 所以他现在做一件事 他突然在想 我们还有什么基础建设可以做 我们可以来做这个核电案 所以实际上 他现在通过这个核电案 这也是历年来核准的最高纪录 其实他的目的在干嘛 是真的有缺电吗 是真的整个经济发展需要电力吗 可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之前不是推太阳能吗 推风力发电吗 我跟你讲 其实很简单的一招 就是透过大量的这些撒钱 我们讲去扩大经济的成长 因为你这时候你要盖核 你是不是才能够去养供应商 营运商这些 不过这真的很夸张 一口气核就有五个核电案 而且他心里还在打一个算盘 什么算盘 过去高铁很成功的时候 他们是喊高铁技术输出 现在如果我核电成功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核反应儒的 这个技术来输出 然后再去继续去要挟 对不起 我讲错了 再继续劝导我的一带一路的伙伴 你们要不要盖核电厂 你要不要盖核电厂 对不对 而且他还说要盖目标是30座 我不夸张 因为这样可以产生 一兆人民币的产值 有没有先例 来 我们来看一下 2023年 尼布尔就他一带一路的伙伴 他就说你来盖机场 对不对 结果盖的机场连机都没有 不要讲人了 所以完全没有收入 现在尼布尔说 你为了利润最大化 你又牺牲了品质 然后又收回扣 我现在要告你 而且我希望你可以 直接免掉我这一笔债务 就不用还就对了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 中国打的算盘 是不是能够如意 然后经济的不稳定 其实问题还是蛮多的 刚才我们看到 中国现在经济下沉的情况 是没有改善的 而且甚至内卷的情形 是越来越严重 另外我们还要再来关注的是 是在冲绳 日本的冲绳开了第一家 这个好市多 结果上千人来排队 人潮真的非常的多 我们要请教这个挺好 是来捡便宜的吗 其实你会发现 Costco只要在亚洲地区的分店 基本上人流都是暴增的 台湾其实也是 台湾是在亚洲地区当中 几乎是在Costco 整体营收 几乎是排名前几名的 这一次在冲绳所设立的分店 基本上还必须要提早 让人家入场 提前四五点就要先开幕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有趣的吉祥是 鲜鲜的鸡蛋20颗 只要日币198元 新台币每颗不到2.5元 是真的够便宜 对 其实你发现 像我也有去Costco 有时候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水果 可是Costco有时候 水果是一篮一篮的 我想说水蜜桃也想吃 芭拉也想吃 那你一次就要买很多 对 我每次都吃不完 最终就变成我胃越来越大 食量越来越高 但是你可以观察到 有趣的现象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美国的消费市场 到底有没有如过去 我们在财经媒体所看到的 有消费激动的现象 的确 消费已经不如前几个月 来得如此之亮丽了 可是有道极说 事实上我们从内部资金的轮动 已经看出了方向 那就是由于现在 针对AI前景 尤其今天晚上 回答财报即将公布 你不确定到底 科技业的财经前景 或者科技业的营收前景为何 所以怎么样 资金先转回来 做这些零售业 或者说防御性的部件 消费就算迟缓 它也不是突然启动 它不像是科技股的泡沫 突然之间就破了 它资金并没有离开市场 它只是先转移到零售业 所以过去几周 我们看到像是费半 还是纳指的 整体卖压相对还是来得沉重 但是道琼 过去两天一直在创高 我们举例来说 像好市多股价的部分 虽然本轮 它并没有针对下半年的财测 有显著提高 但是怎么样 不管是它的收入 毛利率 净收入 还是净利润率 整体还在一个显出的上行格局 这就代表着 它还是有一定基本面的支撑 加上我们刚刚讲到 Costco 由于它的量体比较大 反而有时候买更为划算 如果在消费逐步趋缓的时候 这个时候 钱快要在刀口上的话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所以昨天我们可以具体观察 好市多的股价 居然创下历史新高了 甚至很多防御线部件的 一些公用事业类股 都在陆续创下新高 举例来说 过去我们看到 布克夏几乎没有参与 过去两年的行情 可是布克夏股价 A股在昨天创下历史新高了 这么防御性部件的股票 创下历史新高 你就可以了解到 资金的确有非常明显的板块挪移 我们都很清楚 巴菲特这一次出清了 一半的苹果持股以后 基本上像是美国银行 或者美国运通 可可乐和雪佛容 整体持仓比例都在扩增 因为他把苹果卖掉了 这些都是标准的防御性类股 消费性类股 你不管经济好坏 可可乐该喝都还是要喝 它导致的一个效果就是 内部资金已经有开始 非常明显的轮动迹象 但是由于消费还是在趋缓 但大家选择 可能会以相对廉价 或者相对物价 没这么高的厂商来做投入 举例来说 你像Tarkey摆货 目标摆货 在美国市场 整体猜测可能就没这么乐观 可是不管是Wilm 还是Costco 市场展望还是持续的 举例来说 最近我们才看到 德州的联总会 这一波释放了新的一篇报告 它讲说什么 它讲说德州的一家制造商 最近释出经济放缓的讯号是什么 就是香肠的销量增加 过往美国不是 周末喜欢BBQ 去烤牛排 牛排的销量在减少 尤其是顶级牛排的销量在减少 所以香肠的销售越好的话 就代表大家勒紧裤带的情况更严重 没错 但是它有代表消费市场 有显著趋缓 并没有 只是大家由于高通膨的关系 更愿意把钱花在刀口上 原本要吃士林大香肠的 现在只能吃德国香肠 细细长长一根 结果也吃不起 那至少吃辛辛肠 越吃越小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来看 美国的通膨虽然在趋缓 可是我们讲的通膨叫做一过性 一次就过了 就是就算今年通膨是零 物价也不会跌回去 所以我们具体观察 你像是在美国各大类别当中 你把24年今年中旬的物价 来跟20年疫情之前来做对比 运输价格涨幅是两成七 食品和饮料价格涨了两成五 住房价格涨了两成三 其他我们看像是娱乐价格涨了一成三 医疗健康价格涨了一成 所以如此显著的高通膨 加上高利率维持久了 市场肯定会因此而紧缩 所以发现最近 我们看到美国股市 资金板块虽然往道琼移动 可是你会发现 好像涨得越来越健康 就是涨的已经不是那些 大家以前上半年 最吹捧的AI概念股了 而是开始慢慢的 往实业股来做集中 举例来说 我们根据美国 如果是以YTD 各大板块资金的流露来看 今天涨幅最亮丽的 还是通讯服务类 因为今年上半年涨太多了 回答拉上去的 可是现在排名第二的是谁 是公用事业类 涨幅业两成一了 公用事业居然可以 追上科技股 你就可以了解 市场的资金从来没有离开 但是他也足以说明 市场上一方面觉得科技股 好像没有再更多的推升力度 但是我又不放心 把所有钱换成现金 我会被通膨吃掉 那该怎么做呢 先投回来一些事业股 没错 好 不过你刚刚在提到 回答的财报 这的确是目前市场最期待的 到底他公布的成绩 以及包括他的财测 对未来展望好不好 就会影响到 接下来股市的表现 不过前大摩的策略是 他却在这个时间点说 9月10月会出现 罕见的熊 所以是意味着 在接下来可能会出现 大幅度的一个下熊 其实我们最近 不管是看大摩报告 还是美银报告 都有提出相对的隐忧 这个隐忧就是 基本上牛市 还是有一点来到尾声的味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是市场的估值 就是我们虽然现在 成交量在说 但是它是一种 短期的观望情绪 就是我们都很清楚 其实就是在等 回答财报公布之后 再做决定 但是如果是以总体情绪 长年期来做观察的话 现在是很多人 已经呆在车上了 举例来说 以家庭股票 配置的比例来做观察 当时在08年 降到最低以后 一路上行 现在来到57% 代表全美的家庭 有接近六成的家庭 目前都是持有股票 作为长期资产配置的方向 所以很多人退休 他是买保单买债券 现在有60% 都是直接配置股票 那上一次这么高 是什么时候 2000年打抗泡沫不灭 这么久以前了 就是提出一个疑问 就是现在这么多人在车上 这么多人把股票 当成唯一信仰 那是不是有一点风险呢 那第二件事情 是过往我们看到股价 即便来到多头尾半段 还有更多推升力度 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来自于 通常多头来到尾半段的时候 景气变好了 景气变好 企业的现金水位就变多了 企业现金水位变多 这个时候就可以实施苦涨股 股票回购 技巧性让股价继续喷出 可是现在标普500 我们看一下 现金水平 目前已经回到2008年 当时的情况了 说明什么事情 回购完了 买太多了 买到快没钱了 那与此同时 我们刚才讲到 消费市场并不是说 完全的大好 而是说消费市场 有趋缓的味道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如果我们看总存款 也就是蓝色线 目前从22年到23年 开始逐步的往下滑 这代表 我们现在户头里面的存款 是越来越少的 可是你看总财富 还在创高 说明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某种程度 是一种纸面财富 就是我其实钱已经花完了 但是我股票还在创高 股价不跌我就没事 那换句话说 股价一跌 那我的财产就瞬间增发 就会大股缩水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说 现在联总会 在9月18号 即将要开启 第一波的降息循环 有可能是一码 有可能是两码 可是你对照回2007年 当时9月18号 首次降息以后 发生什么事情 股价做最后一波的喷出 然后就是大熊市的修正 所以很多人 就会担心这个要点 那我自己讲讲 我个人的看法 这些要点 你刚刚提到 牛市接近尾声了 接下来怎么办 没错 拿回更多现金 但是我们先第一件事情 牛市接近尾声 通常会出现非理性繁荣 不会像市场上 这么悲观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现在来到2024年 我们的资讯流通 已经云云比2000年更好 现在买股票的人 变多不是很正常的 一件事情 第三点 我们不得忽略的事情 连总会会不会 那么轻易的 让市场上 有这种经济衰退的联想 它是有前瞻预期 可以把市场情绪 给拉回来的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都很清楚 全球的流动性指数 每三到四年 就一个扩存循环 我们当时 22年到23年 进入高强度升息以后 市场的流动性 就降到了极致 未来放水的可能性 远远大于紧缩的可能性 而每一轮 通常在紧缩格局的时候 你们很难期待 股价做更进一步的崩跌 为什么 钱本来都已经变少了 接下来钱 洒得越来越多 所以某种程度 现在这种衰退论 抗空论 跟联准会 也算是一种博弈关系 刚刚提到我们看到 现在美国的一个情况 不过我们说到 在最近的确也因为 股市涨多了 所以开始出现 比较震荡的情形 在这样一个震荡情况之下 反倒是生计股市 相对比较抗跌的 我们要请教智林 尤其现在 有策略结盟的一个题材出现了 这是生计股当中的股王宝瑞 他现在跟泰福KY 要进行策略联盟 不过我们要请教智林 你看到 宝瑞在今天是收跌 十块钱 是大跌的情况 但是泰福KY却是 一开盘就工商量 跟涨停 而且一路锁到收盘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是 很多投资朋友 如果持有这两党 应该很关心策略联盟 为什么一个是跌 一个是涨停板 那我会来详细跟大家分析 那我们先来解除一下 投资朋友的疑惑 因为昨天这则新闻 出来的时候 网路上的乡民热烈讨论 因为这个新闻媒体报导说 宝瑞要用这个 一比一的换股 那宝瑞股价是七百七十块 对 泰福当昨天收盘是六十一块钱 这样划算吗 不划算 七比一 对那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来这个策略联盟的话 最主要是宝瑞它旗下有个子公司 叫宝瑞生计 是要透过这个子公司 直接跟泰福 一比一的换股 所以等于说 宝瑞生计的这个子公司 它是一个消灭公司 那因为这样子之后 宝瑞要业 这个是上市这档标 宝瑞要业 它会变成是它的大股东 所以将来它的泰福的话 股本会大概增加 那一般过去股本增加 股票其实通常都容易先跌 但是今天却是涨停板 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背后的商机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讲到生计股 必须要提这位人物 就是论泰集团的 这个银野良先生 因为过去十年前 浩鼎的事件 我相信大家应该 历历在目 那他就是跟浩鼎的 这个创办人吴念石先生 成立了一个基金 叫做DELS 这个基金 那这个基金是专门在亚洲地区 到处去收购 有潜力的生计公司 所以其实亚洲地区 很多的生计公司 背后的金主 那就是他 都是银野良 对 那我认为这一次的 这个保瑞董事长 盛宝希会同意这一次的 这个策略联盟 我觉得是有点让利 他有点是看在这个银野良 银野良的面子 真的是看他的面子上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换股来讲的话 他变成他的大股东 那子公司消灭掉 但是对财务上 短期没有任何的帮助 那这对泰福这家公司 泰福这家公司 他在今年五月份 才传出来 可能要全额交割 可能要下市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这样 间接救了这家公司 然后攻上涨停板 所以有泰福的投资朋友 应该这股票 先不要这么起的卖 因为是蛮有潜力的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他们结盟的效益 是看重这两点 第一个保瑞 他要把大分子的这个药物 就是他的子公司的 这个代工 要交给泰福去负责 因为泰福他是负责 大分子药物里面的专家 那什么是大分子 我们待会来做分享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泰福这家公司 他在七月份 有一档这个生物相似药 才刚通过美国的FDA的认证 那所以这个姨远良 这个商人非常的聪明 为什么 刚通过马上要找一个 通路很齐全的保瑞 来帮他卖 所以这就是一个商人 马上变现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就说 这个是有点浪力 那为什么今天的保瑞碟 我们要先从这个董事会的席次 来帮大家做个解析 那保瑞这个集团 他其实就是取有一半的董事 大概是四席 然后两席读董 那论泰集团的话 就是姨远良这边 大概是三席 但是我刚刚有特别提到这个基金 这个基金其实背后 就是姨远良的 所以等于是各半 那原先泰福的旧的创办人 赵宇天先生是只有一席 他的一个只有大概2%左右 所以因为保瑞他的席次没有过半 所以将来的营收 任劣这些不会马上进来 这就是今天保瑞跌的原因 但是中长线的话 因为大分子的商机 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来帮大家介绍一下 只要是做生气的话 我们就先带大家了解 这一次策略联盟之后 这个保瑞他有机会成为台湾第一家 就是大分子的 这个一条龙的一个公司 为什么呢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常常在吃的药物都是小分子 小分子就是用化学的药 比如说我们在吃抗生素 止痛药这些 都是化学合成的 所以他的毒性比较高 不好排出去 那他的一个效益都是比较低的 但是大分子都是透过基因的 去做一个研发 所以他是属于一个蛋白质的药物 对 那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毒性 因为比较天然 而且治疗的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稳定性比较高 所以大分子药物简单来讲就是他就像飞机 那小分子基本上他就像摩托车一样 所以在这次合并之后 就是保瑞他要专注在小分子的代工 然后泰福这家公司就是专注在大分子 所以他们就是要成立 用这个一条龙的方式去打国际杯 好 打国际杯这个背后到底商机有多大 而且刚刚有提到保瑞 他可能认利这个获利不会这么快 那接下来这个股价表现 包括泰福KY 智林会怎么看 操作方面的话 我会跟大家讲说 如果一短期要操作的话 其实泰福会比较有想象空间 为什么呢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保瑞他过去这十年 他并购了七家公司 其实这里面都没有看到一个东西 叫做生物制剂 生物制剂的话 这里面他们合并 最主要就是因为泰福 他就是做生物制剂的一个专家 好 那因为泰福刚刚讲到 他有一档药已经是通过美国的上市许可 所以可以直接卖 那我要跟大家讲 生物制剂 我去稍微研究一下 他的这个市场规模商机 是高达4197亿美元 不是台币 所以这个规模非常大 每年都是用8%做成长 那他们为这次合并 他们特别提到一个关键点 就是美国的一个政策 因为美中贸易战 现在连生计都在打美中贸易战 所以这个美国的众议院 中共的特别的这个委员会 他们在今年1月有提出一个叫做 生物安全的法案 他就是要禁止 就是他们美国当地的一个公司 如果背后有跟对手生物 他是比较保守 对手其实就是直接是指中国 这边有中国的两大集团 一个是华大基因集团 那另外一个就是耀明康德 那这个法案在下个月就要投票了 如果通过的话 那将来中国相关的这个 生物制剂的相关的部分 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等于台湾就会有这个转单的效应 所以他们看了就是这个 那比如说像这个耀明康德 这家公司 就是生物制剂里面的 几乎是厂业里面的龙头 所以在操作上面 我们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中长线保瑞 我觉得是可以做布局 在年线这附近的话 其实中长线合并之后的效益 长线是不错 但是如果你要拼快速一点的 就是我讲财务任劣 他基本上 比较有短线的想象 是想象 而且他的财务会直接做改善 所以他在低档的地方 其实也才刚上年线 爆量上工厂 涨停板 所以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要长线布局的话 保瑞 那短线题材的话 泰府是蛮有想象空间的 好 那美国联准会 如果九月真的降起之后 现在布局债券 是不是真的稳赚 不赔 但是我要请教微良 这个债券总类很多 像是美债 美债ETF 美债政二 到底要怎么挑选 基本上我不鼓励大家 封抢美债 盲目的去跟随市场的资金潮流 但是 所以他不是送分题 我觉得应该是说 先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觉得你买美债 是要基于一种资产配置的想法 如果你觉得这个讲法太深奥 就是说上战场前 要先穿防弹衣 因为现在的股市 在两万多点的高档 所以你要有防弹衣 那投资美债第一种管道 是直接去买 美国的企业债券 当然它就是美元计价 那一般来说 这个其实主要是领配息为主 虽然它也有所谓的 刺激市场 有报价 你如果觉得说 价格有涨上去 你想要提前获利了解 也可以 不过如果你一直摆下去 恐怕你也没办法 摆到你退休 因为它是有到期日的 所以它是有一定期间 也许是五年 十年之类的 那去哪买 一般而言就是以券商 跟银行都有这样管道 通常它的门槛 大约是一万美金 第二种就是现在 大家最熟悉的 我们台股盘面当中 很多那些有代号的美债 ETF 那当然它就台币计价 那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基于 以领配息为主 有月配有计配的 那大概其实 公债的部分大概四到五% 那如果公私债 大概可能现在有五到六% 那如果随着降息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有可能可以额外获得价差 那这个当然随时都可以买卖 不过要注意就是 因为既然是台币计价 上次微良有提到 也要特别留意汇率的问题 汇率问题 因为它投资的是美国的债券 那第三种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 就是有些人认为 既然要降息了 感觉这个价差好像 就是一定可以拿得到 那我干脆来买两倍杠杆的 可以赚更多 是不是呢 我们先来试算一下 所谓的两倍杠杆 它的追踪报酬指的是 能够去让你每天的报酬率 达到两倍的目的 而不是长期累积报酬率的两倍 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你原本原型的 这个债券ETF 第一天涨5% 那一百块涨到一百零五块 第二天再涨5%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就等于两天过后 会来到一百一十点二五 那等于就是报酬率是十点二五% 那你看所谓的两倍杠杆 第一天它就要涨两倍十% 那第二天它也是五%的两倍 十%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以这两天 这个所谓的负利的累积 报酬的两倍去算的 所以你这样子 自己乘一乘算算之后 两天下来它会变成一百二十一 也就是涨了21% 那有没有发现 如果我们按照原本原型的 是涨10.25% 你如果直接乘以二 两天应该累计 所谓的两倍 可能是涨20.5% 可是其实它是涨21% 反而会多一点 这就是所谓的负利的效果 那下跌的时候 我们就让大家去参考一下 你可以试算看看 但是有个重点来了 有的时候不涨不跌震荡 霞幅的上上下下 其实它的禁止会一直掉 因为这个所谓的两倍杠杆 它投资的是利率期货 期货每个月都要转仓 就会产生成本 会让禁止一直掉 再加上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两倍的 它反而就会 慢慢的轻蚀掉禁止 让你赔的比 所谓的原型来得多 赚得多赔的也可能 对原型如果跌0.25 如果两倍 你会觉得应该是跌0.51 就它跌了1% 所以我简单 举个例子给各位看 我有一个朋友在去年底 那时候跟大部分人一样 都相信联准会要启动降息了 结果他就去买了两倍杠杆 觉得这样才赚得多 但你看 原型的在这一段时间 涨了16% 那两倍杠杆真的涨很多 涨45% 可是它的进场点 差不多就在这里 然后你看 接下来 因为美国联准会的降息 一直迟到 结果原型的这段时间 只有跌2% 算是没有什么明显跌幅 可是两倍杠杆你以为跌4%吗 不是 跌了17% 所以他整天都在气 到底哪些专家在推荐债券ETF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 是你要有资产配置的想法 而且两倍杠杆 实际一定要抓准 这个才是重点